你是来取消我的 松开你的手松开 还有心思纳气 现在怎么样 落得个两手空空 我们还有机会 还有时间 正好你媳妇孩子都死了 你没有累赘了 老太太快不行了 你得赶紧想办法拿到元阳珍 我趁天黑 我进他房好几回了 他根本就找不着 那么容易就能找着 我还需要你吗 你得找他要 你怎么就确定 元阳珍一定在我奶奶那儿啊 我用了二十年才确定这件事 不会有错 你最好今天就动手 明天能跑明天日本人就要进城了 赵元刚生死未卜 不能再拖了再拖就只能等死了 是吧 我爹他别管你爹了 日本人要进城了 全城的人都得死都得死 除非你拿到元阳珍 你要是拿不到元阳珍 你得死 我得死 全都得死 都叫你的了 别老给我出个死人脸 高兴点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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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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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怨恨我了啊 娘 娘 咱现在走 正好是时候 那小鬼子马上就打进城了 到时候这大院就是一片平地 咱留在这儿干啥 原来你想的是这个 探生怕死 人不畏己 天诛地灭 娘 这回您得听我的 你帮帮我 咱俩进屋 上那老太太那弄见宝贝 咱随后就走 宝贝 鸳鸯枕 娘 我跟那张鸯架钱 我都谈好了 她保证了 给咱钱以后 把咱娘俩送到上海去 你想 那到了上海 我还不给你买个小洋楼 买个洋车什么的 那四老太婆 这会儿身边一个人都没有 无依无靠 她最信的人 是您吧 最疼的人是我 咱俩联手 绝对能把那宝贝给她骗过来 用不着了 老太太跟我说了 天一亮就把宝贝给我 把鸳鸯枕给我 真的 娘 娘什么时候骗过你 娘 娘 早知道方会死 我才不会来当这个大少爷呢 娘 我现在可是什么都没了 您一定得把鸳鸯枕要过来给我呀 来了吧 我没骗你吧 您没睡呢 哪敢睡呀 能睡得踏实吗 您睡吧 有我在呢 放心睡 我这枕头啊 我这枕头啊 水着不舒服 你抱过去 你枕 把你的给我换过来 好 我怎么隐隐地听着有泡声呢 不会吧 不会吧 没有 有 我这耳朵啊 长了快九十年了 比你的灵 嗯 小日本快大过来了 要不然圆庚这一走撒月 怎么连个血都没有呢 你想好了没有 什么时候把这家里闹腾的鬼给抓出来 想好了 明儿一早 这个交给你 你 这 圆庚让我防身用它 就两颗子弹 你老留着防身吧 我没用它 我 拿着它去捉鬼 放我这儿 不用了 刚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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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了半天 我 扣不动了 老了 就是老了 这个家 就交给你了 我 曹琴电儿 我跟你说几句话 赵洁 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给我冤阳诊 冤阳诊已经到手 真的 那什么时候交易 明天 好 不过你今天需要 付给我一半的订金 这不行 万一你根本没有拿到鸳鸯针 又骗我呢 那就算了 我们的合作中止 反正那么多洋人都等着呢 等等 我要进条 成江 准备できた はい できました 中国語で 明天は 报仇学本の人なる 明天彼は家につきますか 防衛能力にとって 必ずここに帰ります あのおばあさんはそろそろ死ぬから 彼は必ず家に帰る 照元軍は死ねば このお城は実のないものとなる 井上君 どうして自ら彼を殺すか やっぱり私の父です だめだ 彼は我々の敵だ 彼は私の父親に戒めた 最不容易に戒めた 日本人明天一早 就要圍住这座城了 万一这座城失守 就会对整个西北战局 非常不利 上级首长 要求我们 配合赵元庚的部队 一定要守住这座城 现在 分配一下具体任务 上级首长 上这 走 走 我跟你说个事 小日本的司令警商太郎 让人给杀了 真的 那位英雄 是个女的 这女的你也认识 她叫邱香 我娘 我娘她还活着 傻子叔叔你这情报肯定不准确 傻子叔叔你这情报肯定不准确 就是我娘活着 她也杀不了警察太郎 哎呀 我的一个把兄弟呀 在赵元庚的队伍里当兵 他亲眼看见赵元庚把你娘借回家去了 谁的家 赵元庚在家 傻叔叔 我说你笑语不准确吧 你就是不准确 赵元庚怎么可能 把我娘接到他们家里 你就逗我吧你 我娘八成已经不在了 我 我说话告诉你吧 你娘她没死 她 她也是赵元庚的想老婆 什么 你要去赵元庚家 对 我娘 我亲娘 我十几年没有见过她了 太好了 你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任务 设法保护赵元庚 我刚得到一个消息 一支日本武士队伍 已经潜入了城里 好像要对赵元庚不利 我认识 当这个人的 张大老板 我们秤心秤意与你合作 我们很想得到袁阳酎 我们可以在上次的价格上面 再提高 量酎 五成 为难就算了 反正日本人开的价钱更高 不不不 我现在就要钱 那我什么时候看的火 忘了就来不及了 今天中午之前 来得及吧 可我这么相信你 据我的情报 今天日本人会包围这里 如果我不依靠你 我根本逃不出去 我知道 你有能力弄到一架飞机 来 下午三年以前 我会坐飞机离开这里 你只要在飞机上 给我留一个座位 我一定会带着鸳鸯阵 和你一起走 趁巧 四奶奶秋香回府 传赵司令令 全家出来迎接 每日元 公银四奶奶 哎哟还真是四奶奶回来了 四奶奶回来了 是四奶奶 去找一通的奶奶们 还有少爷和大小姐 是 干嘛去啊 迎接四奶奶不是叫你也去吗 草原庚真是疯了 这种偷了人生了野种的贱女人 她以往回家带 好啊 多回了一个多死一个 你就瞎说吧你快走吧 不许去 燕燃 我跟你说啊 你不许去 大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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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出去 出去啊 滚出去 好 山子 秋香大爷 你还没死啊 来 离我近点 我好好看看你 呸 我还离你远点吧 你说你个漂亮的东西啊 你身为这样的四奶奶 你背着我爹 勾引别个男人 快快把那个野种给生下来了 我可是赵家的大少爷 还敢让我离你近点 还敢让我离你近点 秋香 你还活着呀 疯啊 疯 你咋回家了 你咋回家了 传司令话 赐奶奶酒香 用赵司令的刀 杀死了小日本的司令 锦上太郎 是咱们家的大功臣 是国家的大功臣 以前的事全都不算 今天喜正式回家 回来就好 芳儿 你能让我跟孙子 进屋说会儿话吗 那有啥不行的 小四儿 我累了 送我回屋歇着吧 送四奶奶回屋 走 你刚才怎么跟你 秋香大义说话呢 我说的都是事实 娘 我这几个月可没闲着 你们当年那点事 我都弄清楚了 你说他 你混蛋 你忘了你小时候 吃人家奶长大的了 我没忘 娘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教育我这个呢 咱昨天上来事怎么样了 咱现在赶紧拿枕头 赶紧走人 不急 我还有事没办完呢 你待会儿去秋香大义屋里 陪他说说话 咱们这么一走啊 说不定就见不着了 娘 我不去 你不去 你就甭想拿到鸳鸯枕 我 走 你听见没 打炮了 快 快来人哪 太奶奶 太奶奶 大奶奶 快点 大奶奶 您听见打不好的声音了吗 他们都说urf亮打败了 小一亩快打进来了 快 拍掉我这个二奶奶 瘫 妈妈妈 二奶奶在不在 在 东小姐在不在 在 你别看着我 老二 出来 大姐 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呀 我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 你还不清楚吗 你 叔 不是 是不是你让你闺女拿毒药来害我呀 不是 这事跟我娘没有任何关系 是我要害你 怎么样 舒服吧 大小姐呀 你饶了我吧 你给我的这是什么毒药啊 我不吃 我就难受得要死了 这是医学博士给你配的药 怎么能说是毒药呢 我告诉你啊 这可是好药啊 比鸦片还好好几倍的药 没有药的时候难受吗 其实啊 这就跟吸了鸦片的人 突然没有鸦片一样 浑身上下有好多条虫子在爬 在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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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你想不想要解药啊 药 药 药 我可以给你 但是 你得给我娘打一盆洗脚水去 燕燃 站一边去闭嘴 我就见不到你这个奴才像 都是奶奶凭什么你受理戴云欺负 告诉你 今天我非让她给你洗一回脚 你可以不洗 我洗 去 打洗脚水去 要热乎一点 我承认啊 山子 我承认啊 我小的时候 的确吃过你几口奶 我没忘 可话说回来 你儿子牛蛋管我娘 喊了多少年娘 你是说跑就跑了 要是没我娘 她可早就饿死了 从这点看 咱们两家谁也不欠谁 算是扯平了 傻孩子 有点儿不是我儿子 说啥 你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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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记得 那年在老虎山聚义堂 我对张继安说的那些话 都是真的 句句都是真的 我怕你受委屈 长大了没前程 就把你和牛蛋 给唤了 你才是我儿子 来 快 儿子 叫我一声娘 放屁你 我是赵府的大少爷 怎么可能是你这个贱人 跟别人偷奸生的野杂种 我告诉你啊 你那个小杂种怎么出来的 我都打听清楚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薛子 薛子 我告诉你 算你命大 今天本少爷不想杀人 要不然我非掐死你 帅子 你听娘说 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娘杀死了日本的司令 赵燕庚说了 以前的事都不计较了 咱娘俩就认了吧 她还能像以前那样 拿你当赵府的大少爷一样待的 娘都掐死你 我本来就是大少爷 我本来就是大少爷 杀死你 老爹 本少爷 本少爷心太善了 我今天饶了你 饶了你 玉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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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有事 慢点 你 造成 味 啊 人 大小姐可以给我解药了 不急 你先把那盆洗脚水喝了 我再给你解药 什么 什么 燕然 你太过分了 大姐你别理她 快起来 住嘴 别管她 今天如果你不把那盆洗脚水喝了 甭想在我这儿拿到解药 赵燕仁 你气人太深 你可以不喝呀 你干吗不给你大人解药 我给他们的药跟鸦片一样 你听说我吃鸦片有解药的 你也是诚心想害死她 对 你 你呀 行了 我就看不得你这个奴才样的 我们俩先离开家找个地儿躲躲去 我们为什么要离开家 我不走 娘 待会儿这儿刀光剑影的 你说我们两个女人万一伤肉怎么办呢 等她们都死光了 我们俩再回来 你听我的 走 你们要干什么 你勾结日本人 老太太要我替她清除家鬼 就凭你们几个 五妹妹 求求你们了 放过大小姐吧 你闭嘴 又要求她吗 她什么身份 我什么身份 这几个月来 你一直没敢在老太太面前告我的状 我知道是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你 谁会相信一个盗墓贼 谁闺女说的狗屁话 你才是盗墓贼 谁信呢 你说呀 谁会信你说的话呢 我还要告诉你 今天 我就可以得到鸳鸯诊 你永远也得不到鸳鸯诊 你哪来的枪 你奶奶给我的 她跟我说 对你开枪用不着留情 你们都给我让开 不然我一枪打死她 赵燕燃 她是你娘 你别伤害你娘 我没话 都给我让开 不然我开枪了 好 我放你走 让她走 别再跟着我了 赵燕燃 我放你走 你先把二奶奶放了 你把枪先放下 好 刘天师 你们两个一块去死吧 西门枪 奶奶 娘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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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燕燃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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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奶奶 二奶 刘天赐 我这老瞎子 还有点儿用 是吗 天赐 天赐 啊 哪儿开枪呢 别大惊小怪的 待会儿全城都会打枪 苗叔 鸳鸯诊呢 鸳鸯诊呢 已经在我娘手里了 谁告诉你的 我娘啊 你混蛋 赶紧把鸳鸯诊给我拿来 我告诉你 我们的飞机要起飞了 没有鸳鸯诊 你就只能在这儿等死了 那鸳鸯诊呢 她真的在我娘手里了 鸳鸯诊怎么可能在你娘手里 你娘骗你呢 我娘从来不骗我 你不了解你娘 这个世界上 我最了解她 鸳鸯诊肯定还在老太太手里 我就知道 我执不上你 我自己去抢 苗叔 别急啊 你什么意思 您说 您把鸳鸯诊抢了 我找谁收钱去 树子想要钱 苗叔给 你 别 别套枪 看看后边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干 我想干 把他给我领起来 把他给我领起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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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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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买价呀 杀了你 我整头卖给谁去啊 我小子长大了 翅膀硬了 把这罐带下去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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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老太婆还挺精神哪 把鸳鸯枕交出来吧 晚上摸进了的贼 就是你吧 我咋没想到呢 你是我孙子 偷我的枕头做什么 少废话 我数到三 你要不把鸳鸯枕给我 我就崩了你 长本事了 来 你奶奶 我 不怕姜子 我 你真是 奶奶 奶奶 你说你都快死的人了 你要那婆婆娘干啥 你给我 我要得不着鸳鸯枕我就得死 您说 您舍得让您孙子死 你舍得咱老赵家断子绝孙 根本就没有鸳鸯枕 就是有 也不在我老太太手里 放屁 我早弄清楚了 就在你这儿 你给不给吧 不给 我掐死你 你信不信 我信 你干得出来 哪你还不赶紧给我 我跟你说 你惹急了我 我真掐死你啊 那鸳鸯枕 是死人枕的 你要他干什么 奶奶我是要死的人了 我枕着他走 咱们老赵家的后人 就能永远称王称霸 我枕着他进棺材 为的是你们的前程 不狗屁前程啊 那小日本都快打进城了 快快快 把那鸳鸯枕给我 我去换点钱 过一辈子好日子 我保证啊 我一辈子不改姓 姓赵 帮咱老赵家延续香火 像你这样的混账 我宁愿断子绝孙 这可是你逼我 我掐死你了 住手 怎么了 那没事吧 他生死了一口劲 臭事 是他逼我的 我们的鸳鸯枕他又不给我 我只能掐死他 娘 你得跟我说实话 那鸳鸯枕到底在你那儿 还是他这儿 反正甭管在谁那儿 赶紧给我 要不然 我打死这个老太阪 你信不信 你打死 干什么 这是我娘 滚出去 娘 我是个小声儿子 可这个老东西 操我不给我鸳鸯枕 我真打死他 要打死你 先打死我这娘 老五 他做得出来 算了 他想要就给他吧 娘 孙子 鸳鸯枕 就在奶奶的枕头里边 你说啥 你自己打开看吧 你个老东西 我说我怎么一直找不着呢 感情你一直藏在自个脑袋底下了 娘 你展开 就要对 绿炮 啊 啊 타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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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色